未来以后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也就是有没有一些市值能够达到上万亿 我再次强调一下 这种上万亿就类似于什么 比如说宁德时代 它本身来讲的话是新能源的代表 我们要看哪些公司属于AEI的代表 那么现在而言的话 对于我们投资者要知道一点是在于什么 7月1号之后 整体来讲的话 二级报它会出现 包括年报出来之后 相对的一些公司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跌幅 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会比较明显的跌幅 所以说我们要防风险防的是什么 就是7月中下旬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上证指数 给大家讲一下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还没有关注到上证指数 这个后期有一个回落的风险 我们在前期强调的是什么 整体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 3080点附近 也就是0.018 什么意思呢 从这个位置的低点2885点连续反弹 好回撤如果是0.018的话 那么往往是它一个回撤的点 目前呢其实没有到0.018 但是从结构上我们要知道 还是刚才我们强调的是属于什么 双重联合性调整了 也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会不会形成一个逐渐的震荡下行 先小跌然后再突然形成一个大跌要知道 因为在历史上7月份 我们看一下给大家讲一下 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这是在2021年的6月2号形成高点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调整其实都是一个小调整对吧 好像不调但是有那么几天是一个快速下跌 我们发现没有是一个疾风骤雨式的快速下跌 调了二十几个交易日 我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我们要紧盯的是什么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如果说在节后形成的是一个反弹 如果突破了这个高点 也就是上周五的高点 接近3300点 那么7月份可能整体它走出的是什么 一个弱势的震荡下行 你觉得好像没上 对吧 整个来讲的话一点事没有 但是如果跌破了3168点的话 可能会有出现什么 三到五天的急跌 那这个急跌就是市场底 一定要紧盯这个 我们在后期要盯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市场底什么出现 现在不是抓机会的时候 你要抓你只能抓第一位 操作上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这些大机构大主力 尤其是拿人工智能的 都是集中在什么 一些高标品种上 工业复联浪潮信息 科大讯飞 中继续创等等的这些 仍然是天天罢品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强调 我们不追高了 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要进入到一些低位品种 一定要低位 当时我们一个月之前强调的是什么 你就闭脸 就买它怎么了 对吧 你就闭脸 我们昨天也讲的浪潮信息 拿了几个板了 是不是 都已经赚钱赚得手软 包括买我们之前 关注到的 什么天地在信 威龙等等的这些 当然我们所设计的股票 都不是推荐 一定要记住 给大家的是方向 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方向 上证指数的方向 不用着急 形成一个 咱们所说的大幅下跌 因为只要一跌 就有人会说 跌到什么位置 或者说跌到哪个点位 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 强调的是什么 再给大家罗列一下 还是在这个位置 32002年附近 是一个主要的支撑 那么后期会形成一个向上的突破 会突破这个高点 也就是上周五的高点 我仍会接近于 这个3300点 这是其一 其二 对于人工智能 我们不追了 我们在下一周开始 陆陆续的减仓了 我们大部分利润 都已经超过50%了 当然我们所设计的 都不是推荐 我们是属于什么 给大家方向 对于人工智能